欢迎收听《义士邪君》第187回 门口的四姨太监一声高喊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向门口看去 君墨鞋明显的感觉到 自己的爷爷老脸上的肌肉明显的惊乱了一下 随即恢复的正常 显然风雪吟成这四个字 在老爷子的心里边掀起了滔天大浪 风雪吟成居然成了天乡帝国的贵宾了 君墨鞋心中冷笑了一声 眯起了眼睛 只看你们对我们君家造成的伤害 老子就不会轻饶了你们的 众目睽睽之下 萧涵和穆雪彤当先走了进来 后面跟着寒烟梦和萧凤吾 竟都是一身盛雪白衣 恰如绝顶雪莲突然盛开在了红尘俗世之中 从四个人进来大殿中的人呢 人人都是莫名的感到了一阵清凉啊 君墨鞋冷眼旁观 这四个人呢 却是坐到了那超然独立的一桌上去了 君墨鞋心中冷笑了一声再没兴趣 心到那肖凤吾怎么恢复得如此之快啊 自己上次什么力度可是心中有数的 目前他看来啊 带着些不健康的清白 但是居然呢 能走能动 已经让君墨鞋呀 很是纳闷了 不应该好得如此之快吧 这才几天的功夫啊 正在这么想着呢 突然感觉呢 意识海中一阵波动 红军塔啊 是缓缓的升起旋转 这次的异动 君墨鞋清楚的感到 有一种啊 喜悦的感觉 跟上次讲到的那块古怪的玉佩一模一样 此刻呢 比上次啊 反而强烈了几分 君墨鞋心中突然一动 难道说是上次自己抢来的那种宝贝 此地又出现了另一块吗 君墨鞋思考着不由得有一种 又一次见到肥羊的感觉 不由得那心中是一阵振奋 嗯 等出了门啊 哥就再去客串一次劫匪吧 如此好东西放在这小子身上 实在是太可惜了 真是厚道的肥羊啊 送一次呢 还不满足 还非得送我第二次 他眼一看 正好呢 看到了寒烟梦 对自己呢 做了个鬼脸 嘟起了小嘴 用口型呢 说出了一句话 然后笑了起来 君大杀手观察口型 迅速地判断出了那句话的意思 那可是淳语的基本功啊 但是此时呢 他却痛恨起了自己的这个基本功能 因为他明确地读得出来 乖 侄儿 姑姑在这儿呢 这丫头就是欠收拾啊 等老子有机会 看我怎么调笑你 让你这丫头还敢冒充老子的长辈 君大杀也懒洋洋地扭回了头 皇帝陛下家到 随着一声高亢的 似乎是抽风的太监的呼喊啊 皇帝陛下终于姗姗来迟 君墨鞋肚子里边的骂了一句 好菜都凉了 您才来呀 随着几个千篇一律的过场 终于走了过去 今秋财子燕终于开始了 当然了 对于君墨鞋们来说是可以开始的 但是呢 对那些等着表现 然后一跃入龙门的财子们来说 却还没有开始 在皇帝陛下终于说出了 众卿随意这句话之后 君墨鞋呢 以绝对的第一的速度 开始了大快朵一样 在众人还在观望 还在谦让 还在犹豫的时候 大半个熊掌已经入了肚 我说你就不能文明点 啊 你 你这么个吃法 别人还吃不吃啊 啊 独孤鹰咧着嘴 白了眼不满的看着他 一只手停在了半空中 身为兵家子孙的独孤家那几个货呀 脸皮也不薄 虽然说还不如君大少爷 却也有城墙一般的厚度 几个人早就瞄着正中间的那只焦黄油腻散发着蜂蜜甜香的熊掌呢 但是呢 刚伸出手就发现呢 那东西已经到了军墨鞋的嘴里边去了 而且呢 只得片刻之间 就有小伴已经进了肚子 这得是什么速度啊 这举动 以及吃饭的速度 对绝大多数世家子弟那是绝对难以想象的 即使如军方世家君家 独孤家亦是如此 在这种财子宴上 就算你平时再不修蝙蝠 但是呢 在这种场合之下 你多少得矜持一点吧 就算装也得装一阵吧 谁家还欠这点吃喝呢 这也就造就了独孤几兄弟的出手 比军大少爷略微晚 那么一点点的主要原因 可是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啊 注定的不适合于军大少爷 作为一个曾经的顶尖的杀手 军大杀手可以三天不吃饭 仍旧呢 能够保持最巅峰的体力 警觉精力来自于他要完成的任务 相对的 他同样的可以一次性的吃下常人的三天 甚至更多的饮食 再说了 军大少爷这次呢 本来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顽固而来 能容此顺理成章的顽固 还能够如此痛快淋漓一般的大嚼一顿 不快点吃那才是傻子呢 文明 那文明值几两银子呀 军墨鞋哼哼一笑 一伸手呢将中间的小小的一盆 腻乎乎的有些透明的汤连盆端了过来 哗啦一下子先给小丫头呢倒上了半碗 剩下的刚要封给唐园一点 却看见了几只毛手都伸过来抢夺 我心中一击啊 举起来往下一清 嘴张的大大的在下面接着 如同江河倒流刷的一声呢 一盆的浓汤啊 全都倒入了肚皮 打了个阁 似是回味了一下 不禁皱起的眉头 哎 做的太烂了 没脚头 军大哨自然识货 单单闻味就闻得出来 这可是纯正的 虎鞭躺啊 那是大补的呀 唐园呢 正举着碗来接 英雄豪杰冲上前 兄弟七人 七双眼珠子全部瞪得溜圆啊 眼看着就要爆发 旁边的几席还没动筷子呢 自己这一桌最好的东西啊 全都没了 得了便宜的那个小子呢 居然还在大放厥词 这是什么人呢 咱可是从过军的人 居然也没有他快 你他妈那喉咙是直的呀 靠这么快 怎么就没噎死你呢 兄弟七个人呢 一起大骂 这是什么他 这这么强吗 独孤小义大眼睛 眯成了月牙 感到分外的幸福 满桌的十个人 墨鞋哥哥呢 就给自己倒了一碗呢 这代表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 这说明了什么呢 小丫头相当的满足啊 端起碗来轻轻的喝了一口 感觉稍微有些兴起 不过呀 里面呢 还有一块块的 萝卜条大小的条状物 嚼起来呢 也满有感觉的 咯吱咯吱的 是越嚼越香 哎呀 吃你的就是了 好吃不就完了吗 那管的是什么呢 君墨鞋疑了 手早伸了出去 一家伙 又抢过来 一盘螃蟹啊 放在了独孤小义面前 来 再吃这个 独孤家兄弟七人呢 刚才是大大的震撼 现在是一起傻眼了 这才想起了真实来了 当真是 手快有 手慢无啊 顿时呢 与唐园站坐了一团 在君大少爷的引领之下 只矜持了片刻的 唐胖子更不怠慢 他本就是吃大的大行家呀 就算是独孤己兄弟 乃兵家子弟 进食速度超快 却也不是这位人兄的对手啊 只见胖子 左右开工 见到什么造什么 刹时之间呀 桌面上 已经是群雄歌剧 背盘狼藉呀 原本满满当当的桌子 此时正中间呢 却是空空荡荡的 在座的每个人呢 尽都用两只手 撑着桌子 怀抱里的范围内 好几盘菜 一个个眼神警惕的 埋头猛吃啊 突然发觉呢 四周啊 都没有半点的动静 这才疑惑的抬头一看 却见所有人的眼睛呢 都死盯着这一桌 人人都是吃惊的瞪着眼 一脸的不可置信啊 其他各桌都还没动手 这一桌呢 居然已经空了 独孤纵横 君战天和唐万里三个老头子 震撼之余啊 君都是老脸痛红 在一干老家伙意味深长的眼神当中 恨不得呢 立即跳过去 将这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啊 揪出去时暴揍一顿 君老啊 我现在终于相信 君三少 果然是你君家的嫡系子孙的一脉相传 半点也假不得呀 虽然说尚未登过战场 就已经有了那么一股子兵家子弟的特色哟 慕容世家的家主慕容风云老爷子轻轻的摇了摇头 表情的有些沉重 话语里边的含义若包若扁 耐人寻味啊 哼 你知道就好 君老爷子横了他一眼 旁边的几个老头可不干了 纷纷询问 慕容秀 何以贱德呀 能能能能能 你们看看呀 慕容风云指着两只手 一只嘴巴不停的 君墨鞋说道 这小子无耻的样子 颇有老君当年的风范呢 老夫若是再瞧不出来 可就真真的是瞎了眼睛了呀 哄堂大笑啊 高高在上的皇帝位下 嘴角一抽滴滴的咳嗽了一声 却是不愿为这几个小辈的胡闹 搅乱了整个宴会 静姿的举起了酒杯 遥遥致意 众人呢 一起站起 同声感谢 随着由天乡第一人引领的第一杯酒下度 金秋财子宴也算是终于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人人都知道 接下来便是各位才子的才艺比拼 而在场的文武百官 每一个呢 都是平叛 好戏 这才刚开场啊 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老太龙中的文兴书院教习 没高洁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先是呢 向皇帝陛下施礼 再团团地作了个螺圈衣 陛下 各位大人 此次金秋财子宴 佳节重阳 正是人生好时节啊 老夫呢 尽代表文兴书院千百学子 公主陛下千秋万代 愿天佑我天乡 民风国泰 文武鼎盛 早日扫平大陆诸谷 一统江山 造不苍生啊 这今日之盛会 多亏了陛下皇恩浩荡 于科技之外 不居一格提拔人才 此乃我 他啰里啰嗦地说了一通 只是说到了一个过门啊 正要切入正题 突然一个声音低声地埋怨道 堂堂的皇家盛宴 怎么菜还没吃几口就没了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哎 胖子 我也提了你压得肚子大 可你呢 是不是也该提了一下我们哥几个呀 你怎么能这么吃呢 你看你看啊 这一桌子菜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都快被你一个人造完了 这个声音呢 怎么听似乎都并不大 甚至呢 还是刻意的压低了声音说的 但是此时大殿上 除了没高洁 一个人说话之外 其他人呢 都是一言不发 秉息静气 当真是落真可闻啊 众人顿时都是清清楚楚的听到了 顺时之间人人脸上献出了古怪之色 说话的呀 正是君莫邪 群大少爷有心搅局呀 自然呢 不会轻易的放过如此大好的机会 至于被他指责的唐元呢 一只手举着半边螃蟹 错愕的看着他 一脸的莫大的冤枉啊 老大 到底咱俩谁吃的多呀 我虽然吃的不少 可也没赶上您一半吧 您说这话 可是太没良心了吧 梅高洁呢 正在感慨万分的发表着演说 突然呢 被这突如其来的噪音给打断了 不用得一怒啊 被打断的话题居然是一个如此无耻的人 讲述的如此无耻的话题 更加的呢 气冲流抖了 正在要颤着嘴唇怒吃一番 却听到了一个声音粗的香破罗 很是鄙视的说道 哼 见过无耻的 可是还真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 明明呢 是自己把好东西啊 一股脑子都吃了 这居然还好意思诬陷别人吃的多 这什么人呢 正是独孤英 独孤英呢 一直为自己没有抢到熊掌而愤愤然 此刻当然要站出来 发表不满了 他可不是刻意的放声说话的 不过呢 此君啊 人高马大 即使以平常的音量说话 也和普通人高声叫嚷差不多 再加上君大少爷的作怪 自然呢 也是全场接吻啊 就噪音层次而言呢 却比君大少爷之前 还要更胜数仇 君墨协协有人助阵 兴致更浓 一撇嘴说道 我吃的不快点能行吗 啊 别人家都是来一个两个的 你们家可倒好 这一家伙啊 脱家带口的 实际口子 几乎沉到了 这个个彪肥体壮 绑大腰圆 偏偏呢 还都凑到了一张桌子上 那哥要是吃的不快点 估计连汤啊 都没有喝了 唐胖子急忙艰难的 站起来打圆场 哎 我说 孙少啊 这也无可厚非吧 毕竟这顿饭 他 他不花钱的呀 此言一出 连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 也是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扑地声怪声啊 那几个老头更是笑得恶行恶壮 唯有独孤纵横呢 瞪着眼睛 盯着胖子 如遇吃人一般呢 煞时之间呢 这庄严的大殿上 到处是 吭吱吭吱的 捂着嘴巴笑的声音 那梅高杰 梅老先生 气得浑身发抖啊 正要说话呢 突然呢 一个怪里怪气的声音 揶揄的说道 秦家的人 果然竟都是这样的嚣张跋扈 名不虚传呢 众人一阵大惊 寻声看去 说话的人呢 一身白衣 基于上座 却是这次宴会的贵宾 风雪吟成的 萧凤吾 萧凤吾自然知道 叔叔萧涵和军家 君吴义之间的事情 再加上啊 小公主韩燕梦 自从从军家回来 口上便一直得意的 自称啊 认了一个后辈 这样占有欲极强的 萧大少爷心里啊 大不舒服 此刻呢 便一马当先的 出言讽刺了 这位是 君墨鞋还装着不认识 在下姓萧 风雪吟成萧下的人 萧凤吾 萧凤吾眉毛一条 还黑黑的笑两声 胸脯一挺 手中刷的 展开了一柄折扇 徐徐地摇了两下 目光在一旁美女 如银的一桌上 扫了过去 动作甚是潇洒 好名字呀 坐在一边的李悠然说了话 萧凤这名字 真是超凡脱俗 难有仙气 敌人的敌人 就是自己的朋友 萧家和军家有仇 李悠然自然要大大的加以利用 蛇体在下的名字嘛 倒也是有个来历的 萧凤吾很是有些得意 被李悠然呢 骚到了痒处 详细的解释着 据说当年在下 萧凤吾很愤怒的看着他 正在得意的时候 起一种打断呢 也没什么 否则想 你妈可真是有水平啊 还很会做梦 居然梦到了一只凤凰 落在了梧桐树上 然后你就叫凤吾了 好名字 好名字呀 全场啊 一下子全都安静了下来 大家伙呢 都看着这帝都城里边 最大的纹固大少爷 君三少 他到底要说出 什么话语来呢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义士挟军 第188回 你可能不许可 你可能不许可 我没用 你就这样 我来说是 你可能不许可 你不许可